大家好,我是Stan 这几天,因为MX成员吉尼的退团 有很多网友们私讯问我 退团的成员有没有可能再回来 或者是有没有那种先例 所以,今天就整理了一下 韩国爱豆组合首次撤回成员退团的那个时间 今年已完全体回归 12月也举办了演唱会的男团GOD 在2000年初当时 几乎没有竞争对手 获得了韩国男女老少喜爱的国民男团GOD 对了,GOD也是JYP首次制作的男团 也是庞西洋参与作曲的最初的爱豆组合 总之,在当时正规第三张专辑销售量突破184万张 第四张专辑突破171万张的 人气爆红的时候 发生了大哥帕君强被退团的事件 当时帕君强与演员韩国的恋情被媒体爆料后 所属公司Siders就单方面的宣布帕君强的退团了 在这里先给大家说明一下 当时主要是Siders委托JYP制作的男团 JYP只是参与了制作培训 有关艺人基因等部分是由当时的所属公司 Siders所控制的 然后在所属公司宣布退出Pak Jun Yang后 全国粉丝们集体注销官网会议员 丢掉周边商品等强力反对Pak Jun Yang的退团 然后剩下的四位成员在没有所属公司的允许下 擅自召开记者会 要求所属公司撤回Pak Jun Yang的退团 当时成员们在记者会表示 群牛哥不仅仅是我们的成员 也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绝对不会以剩下的四个人活动的 在记者会后 四个人也擅自离开了宿舍 全力保护Pak Jun Yang 接着在Pak Jun Yang眼泪的记者会之后 反对退出Pak Jun Yang的舆论变得越来越强 结果在宣布退出Pak Jun Yang的八天后 搜索公司撤回了Pak Jun Yang的退团 除了Pak Jun Yang之外 虽然也有几位在退团后重新加入了原组合 但是真的只是我个人觉得 最近这个年代退团后再加入原所属团体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总之在本人或者是官方有任何消息之前 希望我们大家都不要随便相信谣言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颁奖节里绝对不能抬头的男团 在2022 AAA颁奖节里 CAD成员成绩舞 站在事先彩拍的桌子上演唱的时候 因为男团Strekiz也被安排坐到那个位置 导致成员们都面对着穿着短裙的成绩舞 为了避免尴尬也是对女歌手的尊重 Strekiz成员们的视线都在努力的避开中 不是看皮的地方就是低头 或者只看成绩舞的脸 成员们在慌乱中保持镇定的神势态度 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这主办方怎么能做出这种事物呢 真的很杀眼 都没有视线说好 所有成员们都同时避开视线 真的是很神势 这组合太可爱了 视线有避开 但是身体都在努力响应 真的太可爱了 真的太可爱了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